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27号星期六 摩根大通的CEO Demong他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 他认为美国经济看这样子 几乎不太可能转着陆了 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他说的巨额的财政赤字 还有地缘政治危机 让他认为美国经济几乎不太可能转着陆了 对美国就财政赤字很大 还有就地缘政治 主要还是地缘政治问题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你地缘政治问题不解决 你的供应量问题不解决 你的这些战争问题都不解决 对吧 然后你光想通过升息 把这些问题 它不现实 你现在十一轮升息 这些问题能解决吗 哪个也没解决 根本解决不了 然后跟着是 你升息的话 你的子弹并不是无穷的 对不对 你升到6%就差不多了 当你算上 你能升到多少 反正你不可能上到100% 对不对 你现在三十几万亿美元的国债 你如果利息升到100%的话 你一年付三十几万亿美元的利息 你可能吗 你不可能吗 你就弄个10%的利息 你受得了吗 那一年就是三万多美元的利息 三万多万亿 三万多万亿美元的利息 你能付得出来吗 那不开玩笑吗 对不对 所以你利息你往上升 你升给我看看 我就说你不可能的 你最起码 你打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就打不动了 你现在6%你就受不了 6%你一年下来 可能就要1万多了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美国经济 不太可能转着路 这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还有他着重的就强调乌克兰战败 他认为乌克兰战败 恐怕就是隔世间的问题 这600亿 有的人认为这600亿到位了 乌克兰就可以打到莫斯科 活着 这就是放屁 这不可能 而且这600亿 最后只有200多亿 实际上真的给乌克兰 剩下的300多亿 都是美国的各级政府 就分掉了 而且就200亿的话 他也不会一次性给他 他一次给个 10亿 20亿 打一打 打光了再给一给 那这个 就所谓的这600亿 干什么 就让乌克兰挺到 挺到今年的大选 不要在大选之前 就投降就认输 你如果在大选之前 投降认输的话 拜登就没啥选了 你懂吗 就是说拖延一点时间 然后共和党这边 一个小伙伴也是说 说共和党这边 就是说 为什么要让他过 就是说一个 这个钱给乌克兰 其实并不多 绝大都是三分之二 都是给美国这边的 帮助美国发展经济的 所以这个不给的不好 另外一个 就是乌克兰 现在看来是输定了 输定了之后 共和党最后不想背这锅 不想到最后乌克兰输了 然后说是因为共和党 美国共和党 不给他批款 没有给他钱 所以导致乌克兰输了 那之后都变成 共和党的锅了 共和党不愿意背这锅 你知道吗 最后我钱给你了 你该输 你也不耽误你输的 对不对 所以就这么意思 所以戴蒙也认为 他说乌克兰一旦战败之后 将会出现的这种经济灾难 他说如果俄罗斯 赢得这场战争之后 当前的这种盟友状态 还有经济关系 都会重新调整 很多的盟友 看美国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就说你看你照不住 对不对 欧洲就会想一想了 就是说原先就认为 只要我加入北约 或者我加入北约的地下 美国就会保护我 现在看来能行吗 对不对 很多人想法就不一样 俄罗斯真打过来的话 美国能撑得住吗 能保护了吗 可能保不了 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经济关系 也会重新调整 乌克兰输了之后 俄罗斯就坐稳了 坐稳了之后 中东 中亚 包括中国 整个亚洲 俄罗斯要重返亚洲了 等于是 欧洲看来就没办法 等于就放弃了 俄罗斯原先一直想要 拖亚入欧的 现在看来只能是 拖欧入亚了 对不对 整个的地缘政治的经济关系 盟友的关系 全部都要重新调整 他认为这样的话 整个世界会陷入混乱 这对美国经济 非常的不好 三个说 还有像什么绿色经济 世界在军事化 财政赤字 地缘政治等因素 将长期的保持高的通胀 通胀看来降不下来 我跟一个朋友聊天 我也说 我说美国如果真的要去中国化的话 美国的物价成盐 就所有东西成盐 我就一点都不开玩笑 如果这样完全去中国化的话 你想靠什么印度 越南 墨西哥 他们仨加一起 也可能 20年之后能够替代中国 两年之内 他不现实 你懂我意思吗 他不可能 这个肯定要长期保持冲胀 我当时我就说过 为什么我说让你买房子在这 我说他可能会有十几轮 他甭管他 他如果一次直接跳到6% 那一次就结束 如果他分开了 那么可能 他一次涨个0.01% 能涨100次涨到6000 你懂吗 不是100次 能涨60次涨到6000 对不对 但是搞来搞去 你甭管你是怎么涨 你最后到6%就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反正到那了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怎么办 结束之后通常降低了吗 没降低 没降低 你房子不涨吗 你现在美国什么东西不涨 你木材不涨吗 你房煤水电不涨吗 你就看看我们新来的保险费率涨了多少 保险费一涨涨25% 涨30%的涨 对不对 你这么高级别的在涨价 什么不涨价 连那个小费 你现在出去小费 你现在你给10% 他抽你 他已经打起来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最少是15% 15%就脸色就不好看了 现在很多都18%起跳 20%算正常 对不对 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什么 刚才说给10%15%就OK了 现在还行吗 现在根本就不行 所以你现在万物皆涨的情况之下 你房子不涨 对不对 我不经常说吗 你最后你面涨价了 自来水涨价了 电也涨价了 然后你做面包不涨价 那你自己做面包吧 没人给你做了 你懂吗 那人家谁傻 对不对 我买了面 买了水 买了电 我给你做了面包 然后最后还不如我的成本了 你去死吧 你别吃了 你喝水吧 光 对不对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房子肯定要涨的 不可能不涨 现在当时还没有开始降息 只要一开始降息 美国的房子就封了 对不对 就这么个情况 最近已经开始涨了 我们拉斯加房子 房子最近这几个月 一直在涨 对不对 所以我二年 我那个朋友要买房子 我说你们赶紧买吧 对不对 关键是他还是刚需 你每个月付两千多块钱 再租一个房子住 对不对 你现在从二年到现在 两年了 对不对 你一个月省两千三百美元的房租 你这两年光房租省了多少 对不对 省了快五万美元了 对不对 然后你的房价在往上涨了 你再不买 你等什么了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们跟你说 我的视频 我在会员里边不敢发出来 因为他当时要买一个房子 也是个中国人 他怕对方听了我的视频之后 因为他当地听我们视频还挺多的 万一听了之后 他不卖了 他的房子还挺喜欢的 知道吗 最后来他也没谈成 他也没买那个 最后买的是老外的房子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 当然那个华人最后可能也没听了 我不知道是没听了 我的视频还是听了之后不信 最后卖了 卖了 现在哭了 他那个房子当时 那个房子 现在最少涨了五万块了 他那房子已经 对不对 两年亏了五万块 对不对 而且不光是五万块 那两年如果你不卖 你把这房子租出去 他那房子一个月的房页多少 他那一个月 低2700 2800一个月的房租 对不对 你这几年下来 你光这个房租收了五六万 然后你这房子还涨价了 我那里外里十万美元进去了 对不对 那没有及时升升升升升升动计 对不对 也没有买会员 对吧 说这意思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在这了 他说 这丹梦说 他说通胀不可能像预期那样完全消退 而且丹梦说 我说的都不是今年 我不是说2024年 我是说2025年 好像2026年 那通胀也下不去 你知道吗 这个通胀恐怕是个长期的了 所以50年前曾经出现的 就是说缓慢增长 加成不断的这个通胀 也就是滞胀会卷土而来 滞的停滞的滞 脏的通胀的账 不是那个滞胀的滞胀 就是是滞胀的滞胀 会原本重来 他说这点像 像上世纪的70年代 当时1972年的时候 看起来经济形势很好 就73年就崩溃了 所以你现在不要被虚假的安全感的所迷惑 你现在看起来经济好像不错 到了73年代 第二年明年可能就不行了 你懂吧 就是说得最后的狂欢 所以丹梦说 说拜登的经济政策 其实部分的要是奏效了 不能说一点效都没有 主要奏效多什么 就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 如什么基础设施法案 不拿来上班一出来 补充基础设施 补贴这补贴那个 说这个反正也刺激了一下经济 但是他认为 就是美国最底层的 20%的工薪阶层 现在正在的挣扎 问题在这 就是说你这涨工资 我看主要就是说 中上层涨工资涨得多 底层工资涨的 其实并不是很多 而且底层 如果你自己有房子的话 你房子一涨价 你跟着你的财富也增长 如果你没有房子 你在那儿付租金 租房子的话 那房子涨价了之后 你的资产 你更买不起了 然后他房子涨了之后 房租也要涨 所以你就说 从疫情以来 这房子涨到多少了 对不对 你算什么 什么都在涨 对不对 所以你 最底层那些 如果没有房子 还在租房子住的那些人来讲 那真的就是非常的痛苦 他的观点我比较认同 好吧 那这一段这里 谢谢大家